有11点入场的吗 11点入场的 台湾宝可梦中心又出现排队人流 出入口致是一度混乱 要进场跟要拿入场券的民众挤在一起 好像6点多 好像6点多就完了 造型悠悠卡嘛 今天才加卖了 然后还有这个 今天早上1点多吧 所以你是为了这个 对啊 民众一大早来就是为了这个 快笼背着皮卡丘的造型悠悠卡 一旁还有QQ挂绳 兼具实用跟标志性 2月1号开卖艺人限购一张 引发抢购热潮 而且现在只要在店内消费 还能拿到硬颈红包带 更进一步刺激消费 一度降温的宝可梦热潮 遇上寒假业者打铁趁热 另外也是抢卷寒假商机 动漫节也开跑 知名手游把游戏内角色请出来 椅子排开有咒术回战的五条雾 还有鬼灭之刃的练柱 海贼王女帝 每个人力拼最高还原度 集结多款热门动漫角色 让曼迷更兴奋了 我只是想买木圆花的补带而已 我就是来逛逛 每年都来逛一下 就第一次就感觉很有趣 就想后来办这样 换多多久时间就做这个 一个小时 卖迷细心装扮来逛展跟起敬 还有人把心思放在 准备大包提袋跟洗礼商 一看就知道要爆满一波 放寒假学生出笼 哪里好玩哪里去 业者也把握机会推活动 吸睛懒客 等会是许舒平 妙妙节在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